哈囉,大家好,我是老司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ag,fb,twitch,bb,還有disco 好,那今天在天地捷手遊官方 微信官方,有公告陸服的等級齁 要提升到65等了齁 那我們之前的歷練值完全沒有拿到 是不是有點浪費了呢 好,那昨天已經有播了這個神魔的pb 那帶大家夢回1999年 那pb的話可以看昨天大師PO的影片齁 好,那這次的消息就是可以突爆了65等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為了搭神魔之尊傳的開啟齁 那會不會第一張夜吃的那一關 就很難打了,是不是要62等之類的 好 他說 急升、淬火、奇遇、靈脈光淵、錯面之間、三圖川、劍盾、九州、還不令 通通都會突破上限 果然啦,等級是無極限的 OK 那,祖先劇情也要更新囉 好,我們看到這個九夷天尊劍 看起來是碎裂的樣子 然後這個是誰呢 這個是誰呢 這個新角色 新角色 不知道是誰 失落的祭壇 好,反正就是要去尋找九夷天尊劍嘛 然後再來就是 喔,這邊有講 這個女孩子來頭不小 是四項門內 的人 還有一個神秘的身份 好,本作就這樣子啦 陸服的公告是這樣子 好啦,主要是為一些開啟跟一個新人物登場 然後主線劇情也會更新齁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你的頻道 也請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IG FB Twitch Bilibili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掰掰